这是一棵枝子花,现在是10月份,多伦多,今天来说说枝子花 看这个花肯定没错吧,但是看这个叶子是窄叶品种 以前没开花的时候,只拍叶子的时候,有朋友提醒啊,这不是枝子花 开花就是了吧,开的花才是,花香也是枝子花的花香 这棵枝子花养了很多年了,挺大的了,而且我每年还使劲捡它 春天的时候都会捡一下,还是长得很旺,说明它根啊,榨得很好 先从盆土说起吧,这个大概换过一次盆 盆土呢,用的就是普通的盆栽土,没有特殊的配方 但是在普通里呢,又有点特殊,你看里头白色颗粒,这是purlite 珍珠盐比较多,也就是说我追求的是,它透水透气好 我记得这个应该用的是hp的土,是promix hp的土,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知道普通卖的盆栽土啊,都是中性的 也就是说它在我这中性的土壤里头长得还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黄叶情况,你看叶子啊,绿油油的很健康 这儿的黄叶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老叶子啊,该掉了 那么如果你要养植子花出现黄叶叶子,整个发黄,特别是梗是绿的 然后其他地方是黄的情况 那说明啊,不一定说明土壤不够酸 而是土壤,透气透水可能不够好 导致它根部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吸收土壤里的铁 顺便说一下,这是Aaron Shalit,就是硫酸芽铁 这个在多伦多地区啊,Home Depot好像有卖的 还有什么Rona,Garden Center都会有卖的 很便宜,这个我用了很多年,我估计这个够我一辈子的 按照这个上面的说明去,我觉得喷在叶子上比焦在土壤里头效果更好 那么喷两次,每两周喷一次,喷两次 如果一个月以后没有效果,就不要用了 肯定不是它缺铁的问题,肯定是土壤有问题 另外也听说要往里加白醋啊,这个我这个不建议 说实在的,如果你要是要倒咖啡渣进去的话 是可行的,那么倒咖啡渣有一个问题 就是咖啡渣会发霉,要小心 那么我觉得首选的就是上来 你就给它提供合适的土壤,比你后面再改良要强很多 仔细看见上的有很多的花苞,长得非常健康 不仅健康,而且还容易开花 那么我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加一次缓食肥 各种各样的缓食肥我都试过,都可以 比如说今年春天加的就是这个缓食肥 这个一年加一次就够了 春天的时候撒在土表面就可以 关于这个缓食肥再多说两句 你看这上的写的是all purpose 就是通用的缓食肥 下面1248 这个是代表弹磷甲的含量比例 所以从施肥的角度来说 也是省事一次 一年一次就行了 也就是半把的样子 像这么一盆 它的说明上还说了是三到四个月就要 你看上写的三 三个月就要吃一次肥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一年一次就 我觉得就够了 你看这么多花苞够吗 还有一件事 你看大磷甲1248 有的人说中间这个数碗 磷飞含量要高 促进它开花 但是呢 如果整个植株长得健壮 它就不愁不开花 长得健壮 这个叶子是什么呀 是需要蛋 它需要很多的蛋 它就能健壮 它就能够让它开花 不一定非得那个磷含量特别高 侄子花要长得旺开花多 肥呀 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最重要的 之一是土 第二是阳光 像我这个夏天就放在院子里头 朝东的院子 大概早上三个小时左右的日照 冬天的日照太微弱了 它冬天在家里就活着就行了 完全靠夏天来恢复 那么在院子里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空气流通好 你看它长叶子 它需要大量的二氧花毯 再加上雨水 雨水可比自来水强多了 雨水里头富含氧气氧分 氧 Oxygen 但是院子里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看院子里生长 叶子都被虫子咬了 发现虫害一定要及时处理 它还能保持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在网上查了一下 显然我不是南方人 我不知道 没见过它地灾的情况 查了一下 它自然情况下 在地灾的情况下是春天夏天开花 而我这一棵呢 其实冬天也有很多花苞 春天的时候开了一次花 开了一拨花 然后整个夏天就安安静静 你看到了秋天 它又开始开花 而且明显的花苞又长大了 这花苞都是从春天来的 所以在北方像多伦多这种地区啊 寒冷的气候 它的生长就错乱 没有规律 不是自然规律 当然了 这也和每家的生长情况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到了冬天呢 就放到窗台上 因为温度比较低 适合它休眠过冬 阴冷潮湿是它非常喜欢的 所以冬天要特别避免 把它放到比如说暖气旁边啊 或者是空调的出风口啊 夏天放在院子里的维护量非常少 而且它没有什么虫害 没有什么病害 非常省事 但是冬天啊 头疼的事很多 比如说一个头疼事就是红蜘蛛啊 什么戒壳虫啊 戒壳虫现在我家里都完全杀光了 红蜘蛛难以避免 因为院子里到处都是难免不把它带到房间里 对付红蜘蛛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冲 拿到水龙头底下或者喷头底下喷它 冬天还有一个头疼事就是浇水 不能干透 一定不能干透 也不能木根 一定不能让它泡在水里 不能挤干 也不能挤湿 正好和 我就想说正好和囚栏相反 当然囚栏也不能泡在水里 以前在它小的时候 我也试过用搜楼袋把它罩起来 过冬这样的话 既不用浇水 也不用怕红蜘蛛 也不用怕它叶子太干 但它像长这么大了 就没有办法套起来了 放在窗台 我觉得还是可以 即使会有一些消耗 幸好一年有四季 春天会来的 那么这个芝子花什么时候搬进房间呢 这种芝子花非常耐寒 零下四五摄氏度都没事 所以到时候我要看天气预报 看时间再把它搬进房间 好了 芝子花的养护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问题 咱们多多讨论 这是养花园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真香 咱们趟些了 我 感谢观看